那我们要判断这个电阻好坏的话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怎么样 它才是好的 对吧 那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是以原厂图纸给的这个参数为主 比如说原厂图纸上面 它给的这个参数呢 是240欧亩的 那么我们就认为240 这个地方的这个电阻 240欧亩它就是好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标准 这个电阻它一定是一个240欧亩的一个电阻 首先我们知道它好是多大 对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在主板上去找到它 是吧 找到它 找到它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测量它 测量这个电阻两端的组织啊 要把它打到这个欧亩党 翻译表的欧亩党 然后呢 用这个表比啊 顶到这个元件的这个两端 啊两端 顶到表比的两端啊 表比这边顶一端是吧 然后呢 这边顶一端啊 红黑表比顶到这个元件两端 然后你去看它的读数 能不能读到上面写的240 稍微一点点误差是正常的 就是说误差不要太大啊 本来240结果你测到500 那就肯定是不正常的啊 或者是再大一点也不正常 所以你写多少的基本上你测出来就是多少 那么这个不排除这个元里头划错的情况啊 因为这个厂家呢 他有时候也比较贼啊 他这个给的这些参数呢 那么根据我们实际测量呢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十以上吧啊 百分之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以上呢 这些参数都是对的 但是他偶尔呢 会给你标那么一两个不对的 他元里头上写的跟你实际测到的可能会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元里头有可能会误导你啊 所以我们不要完全相信元里头 是吧 他有时候呢 他就有那么几个东西呢 你测出来跟他图上标的不一样啊 那你完全不能相信元里头呢 怎么办 那我们就需要找两块板啊 找两块板 一块你确定他百分之百是好的 所有功能都是正常的啊 就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 另外一块呢 就是你被测的这种故障版 如果这个故障版 和你被测的这个好版啊 对比的这个好版组织一模一样啊 那这个时候再对比一下元里头上标的啊 三者做一个对比 那么既保证元里头啊 又保证你被测的这个板 这样的话就准确度是非常高了 那你就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了啊 百分之百确定了 如果这三个里面啊 你的这个确定这个好版的值啊 和你被测这个板的值是一样的 但是和元里头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再去找一块好版 用两块好版再确定一下 那么这样确定出来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元里头啊 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这个元里头 他当时画的时候呢 他不是一个版本啊 有些他这个一款手机出来呢 不是说画一个版本的元里头就结束了 他有可能呢会画几个版本的元里头 他这个电阻 在之前那个版本上 他可能就是这个元里头上标的这个值 但是在量产版的时候呢 他有可能把这个值呢 呃改变啊 把这个电阻换掉 他不用原来设计的这个电阻都组织了 但是由于我们去厂家去偷这种图纸的时候呢 呃 他有可能偷出来的呢 是前期的市场版的啊 小批量市场版的 或者什么其他版本的一个图纸 不是量产版的图纸啊 所以他这个图纸上面标的这个参数呢 他有可能会不一样 呃 还有就是说了 我们这个原厂图纸呢 他不是苹果公司的好心啊 呃 给大家免费看的 而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啊 从这个富士康那偷出来的 还是冒着很大的这个承担着法 就冒着很大的这个法律风险啊 呃 被抓住之后是要判刑的 因为这种图纸啊 什么这种资料的话呢 属于厂家的绝密资料啊 是要保密的 但既然已经流出来了嘛 呃 这个对我们修计是有很大帮助的 好 我们刚才说的是原厂微号图啊 和这个原厂原理图 怎么样去看 那么还有更省心的啊 更省心的是什么呢 更省心的就是第三方公司开发的这个什么 点位图 点位图就更省事了啊 那我们以这个苹果插的这个点位图为例啊 啊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呢 它其实是一个逻辑版啊 然后它上面呢 也有这些元器件啊 这边有带硬盘的这个呢 是背面啊 啊 有cpu的这一面呢 是正面 点位图就 它是集成了这个微号图啊 原厂原理图啊 等等吧 它是一个集大城就所在的一个图纸啊 那有时候呢 我们修期 修的时间久的话啊 或者是很多人养成习惯以后呢 几乎就不看原厂原理图啊 或者原厂的这个位置图了啊 就以看这个点位图为主 很多人到最后修着修着呢 就可能只会看点位图啊 那么点位图呢 它确实方便啊 确实方便 它上面所有的点呢 都是连通的啊 根据我们的图纸呢 都是连通的啊 比如说这个电子 它连哪里 是吧 连哪里啊 上面这一端呢 是连到我们cpu的 b12角 对吧 哎 一点就出来了 下面这一端呢 它连到我们这个啊 音频编辑码器啊 就是我们音频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音频ic啊 或者这样子啊 怎么叫都可以 如果叫的专业一点呢 就是音频编辑码器啊 音频放大器 音频编辑码 想去音频ac 你看你这样一点的话 就连哪里连哪里都知道了 是吧 更重要的一点是 它上面也也有位号图的功能吗 它上面把这个位置 边号边号呢 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 上面写的是r1604 对吧 这边啊 1604 这边是r1603 更重要的是 它上面把这个组织也写了 啊 然后我鼠标移过来之后呢 它上面写r1604 旁边右下角的这个方框框上面呢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49.9% 1% 32分之一网啊 01005 把这个电阻的大小啊 以及它的这个额定功率误差 分装形式全部都写出来了 这边也有啊 就是说你直接在点位团上去点的话 你想知道的一切都有 和修计相关的一切啊 和修计没有关系的一切 你就看不到 比如说这个电阻r1440是吧 它是一个2.2k的一个电阻 5%的误差啊 额定功率三十二分之一瓦 分装是01005分装的 这边啊 也标的很清楚 首先我们确定它是电阻啊 啊开头的啊 全部都是电阻 这些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呢 你去点一下就知道了啊 这些啊开头的都是电阻啊 这边啊开头的啊 也都是电阻 电阻多大的上面也都有写啊 这个是240欧米的一个电阻 好 这个呢就是点位图啊 点位图的话比这个方框 比这个原厂的v号图要方便啊 也比原厂的原理图加v号图看起来也方便 那我们今天稍微做一下准结啊 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呢 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就是我们尝试啊 第一个是尝试不用图纸啊 通过观察外观 找到任意手机任意机型上面的普通电阻 呃原则上的就是我们已经基本上做到了 是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测量这个电阻的组织啊 我们用两种方法来测 第一个呢是在线测 第二个呢是这个 插下来单独测啊 还有我们用两种外面表来测 一个是手动的啊 手动量成的 另外一个是自动量成的 都分别测了一下 那能不能通过这个好板 或者是另一原理图点位图 来判断电阻的好坏呢 基本上也也实现了 是吧 就是他原厂图纸上标的是多大的啊 或者是你测的另外一块好板上是多大的 然后你再测一下被测的那个坏板 看一下他是多大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电阻的好坏啊 然后我们今天又了解了什么是在线测量啊 什么是单独测量 啊 基本上任务已经完成了啊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测量普通电阻的一个方法 那反正现在也快12点了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就先讲到这里 本来计划是要讲一下这个热敏电阻的啊 那热敏电阻呢 它跟普通电阻的又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呢 首先我们放到明天啊 放到明天的话呢 再给大家讲 好吧 今天这些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呢 再见 再见